此唱贼便宜 让贼大的超经典博货合集 修护的擦身的洗澡 身体乳都不必 过一路被一造 甚至复食米线 你都能在这期找到 听完这一堆 是不是以为要几百身上千 才能搞定 No 我下面讲所有东西 蛋饭一样超过一百块钱 你也来骂我 没有广告 因为他们便宜到打不起广告 什么事的 打不起广告就要被遗忘吗 我不允许 先说身体乳 我给你们在老国货里面 精挑戏选出来的 玉美镜鲜奶润腐乳 在这个身体乳 各个贵法了二三年 十七块九能把他 二百二十个身体乳 谁看能不说一声 村都假的 而且人家的研发技术 也很在线 早在上个世纪 八十年的时候 他又成功的把鲜奶护肤技术 运用到了化妆品里面 这批身体乳 就是其中的王牌产品 一打开 一股清甜的奶香 抹上去 非常的滋润 一点都不厚重 就单凭他塗在身上 不粘腻不假发 就已经打败了 市面上很多爆款了 他的使用体验 是真的远超他这个价格的 然后是经常跟玉美镜 傻傻分为基础的 美加一件鲜米面霜 这个品牌 真的很坎坷 曾经的中国化妆品 第一品牌 后来由外国合资企业经营 被迫雪茬 好不容易收回来了 中国没买 但他真的是好货 他是这种偏乳酪的质量 很多面霜做不好 容易嫌厚肿 涂着脸很闷 但他不会 一抹就化水了 非常滋润 秋冬用它来当保湿面霜 这合适 关键是他一贯才56 便宜的煤炭量多 量大的煤炭划算 就为你值不值得 接下来是这个 曾经独霸国内洗护市场的 奇墙 他叫奇墙 别听错啊 不是狂飙语的奇墙 8.84块的价格 不到平常内衣洗液的5% 但是经济效果 却和内衣洗液洗出来的 真的没差 除了味道上 的确是会洗液的更香一点 我也用过很多内衣洗液 还是会有添加荧光剂的 或者用完呢 手发干紧绷的 但是这个奇墙内衣洗澡 不仅没有添加那些有的没的 用完呢 还不涉手 就如果你是那种 对味道要求没有特别高的 这块澡 你买到就是赚到 最后 我的夜香宝藏 道发香获强米线 39.8能买12桶 我的这个是酸辣牛肉维 它是那种细细的米线 就很挂汤汁 口感酸酸辣辣的 非常开胃 我自己是比较喜欢这种 黏糊口感的米线 但是你们要是喜欢那种 根根分明 然后口味稍微清淡呢 就不要轻易查试了 再为了最后 我有一个温馨提示 就这些老个货品牌 虽然物超紧直 但毕竟年纪大了 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缺点的 不要忙买 看清楚产品的详情 理性种草 拜拜